本港第二款新冠疫苗復必泰 今天开始在七间医管局营运的疫苗接种中心 为五类优先群组的市民接种 西湾河体育馆的中心 是其中一间医管局营运的疫苗接种中心 开始半个小时 已经有超过40人来打针 入到登记员去打针 去等候区等打针 打完针去休息室 其实哪些疫苗都一样 地球市地球人都要负责 阿美到期的就来碰碰运气 我本来是约了下个礼拜 我发过很多负面新闻 我就说不如今天来有机会执死鸡 如果是疫情一个我就会去新加坡 如果再打第二针是21日后 我就很心急 职员叫许今日稍后再来 当局说16岁或以上青年同成人 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 病人接种了第一针之后 相隔至少21日再接种第二针 又建议市民在接种之前 先咨询医生的意见 在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的接种中心 有来接种的人说最初是打算接种科兴疫苗 尝试了很多次去上网登记 但没办法做得到这个动作 3号那天就听说9点钟开始有这个伏必泰 那一上网就13分钟就可以让我预设到今天来打 另外12间接种伏必泰疫苗的中心 下个星期二起亦都开放 伏必泰疫苗之前运底本港之后 一直在极低温环境下冷藏 注射之前要先解冻 再以生理盐水将一瓶稀释为五剂使用 有效保护率达九成半 但负作用比较多 科兴疫苗整体有效率超过五成 相隔超过21日接种第二剂 就提高次六成二 无线电视机者 陈美施报道